今天给大家带来,由魔洞和最新出品,新甲魂江传超可洞拼装系列,微远式,学圆机,食物素组简单分享展示,注意了,视频仅产品展示非专业评测,那么还是有请咱们EG元祖出场一下。 除此之外,也有请同系列的上一款产品,天爆星,琥珀炎黄,白起,来做一下高度对比,这次微远式,学圆机同样带有合金关节,而拼装完成后,你会发现,会剩余很多造型相同的异色零件,所以你也可以按个人喜好去选择搭配,另外还会再剩余一些不会使用到的零件,比如一把长柄武器的握把,所以最后得出结果, 剑卫军和剑斗型都早已完成了,看回模型本身,算是被称为国风元素最浓的一次设计了,特别是这寿命圆盾和兽手装饰,而模型内部含有合金关节11组,把玩起来的手感和强度都很扎实,并且多处外甲带有预涂装和镂空设计,全身上下没有任何补色贴纸的存在,就能达到如此效果,那么就单单造型来说,五分满分, 电冰箱前的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值几分呢?可动方面,头部各个方向摆动没有太大问题,标准脸为蓝色透明件露空脸,产品内还附送四个可替换脸,拆掉下方两个绿色零件后,就可以进行替换,换上新脸部后,再装回两个绿色零件便可完成,这表情属实是有点憨憨的啊,其他三个我就不过多演示了, 有一个是空白的,可自行DIY,胸前两边各有一个活动的练扣装饰,中心位置的护心镜也附有透明替换零件,肩关节可向外拉出,拉出后大大增加整臂的可动范围,肩甲三段式可动。 整臂上台超90,手肘弯曲差不多能达到摸件效果,整臂带有平转,肘部护甲可以拆除,拆除后的插孔可以安装上天都制式寿面圆盾上去,另外还附带了其他几种连接替换件,寿面圆盾造型十分凶恶,个人最喜欢就是这件装备了,侧白与弯腰没太大问题,这里特意说一下腰前的寿面装饰, 拉动下方布条后可展开,因为这特殊造型设计的原因,多多少少会对腰部的平转,造成不少的可动干涉,大概左右平转就差不多这样效果了。 下方的透明布条也可以拆除,产品内附送了两条左右方向各不同的造型飘逸的替换件,用于摆拍所用。 而寿面本身上下部分是由球关连接,所以一定程度下能做出小许动作,左右裙甲能向上和后翻,后裙甲单边独立可动,中间的零件可拆除替换,替换上连接口后,就能挂在你喜欢的武器在后面。 这次微远式,学圆机的接口都是通用的。 而背包上的接口也是一样,连接上连接键就能安装上去。 跨步有增强关节,拉下后前踢可打90,后踢也能打90,侧踢也能打90。 大腿侧边的护甲,都可独立上翻,也可以拆除掉后露出插孔,相信也不需要太多介绍,估计大家都明白是用来干嘛的了,同样是用来摆放武器装备的。 说到装备,我们顺便就把两把武器也说了吧,近战天都制式常见一把,可展开远程33制式光弩一把。 回到腿部可动表现,屈膝时膝盖护甲会有联动效果,并且弯曲范围超越90,回味复原给你们再看一次。 然后就是脚掌部分,只能说效果都十分不错,因为没有脚踝护甲的关系,所以左右接地性会很强。 最后就是背包方面,拆掉小背包后,背部露出的接口是该系列的通用接口,所以可以安装上前几款的所有背包。 武器配件摆摊如下,还没介绍过的小型支架地台一个,还有就是多款全新的替换造型手,不知道这次威远式学圆机,还能不能创造之前敖饼的辉煌呢? 那么我今天的新品简单分享展示,就到此结束了,感谢您的收看,咱们下款新品再见。